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我要修改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個 你錄完之後應該會在聚集裡面有一個 樞紐表 你按編輯 它會跳出來 那它基本上會幫你放到哪裡呢 應該是放在這個模組裡面 它有個module 3吧 我之前好像有放了 所以可能是module 3或module 2 你們自己找一下 那這個是剛剛錄下來的程式 那有哪些地方一定要刪除修改的 跟各位講 第一個 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說 上面註解我習慣先把它delete掉 因為這個我習慣自己重加 然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裡面 有幾個敘述呢 大概一定要知道的 哪些呢 第一個 它的第一行是shits.add 這個shits.add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新增工作表 shits就是工作表 .add就增加 所以你會發現它執行 一定會在這個資料前面 多增加一個空白的一個工作表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下面這一行 叫active book 叫workbook 就目前的工作部 指的是ecele檔 它會在這個裡面產生一個什麼 叫pivit pivit就是那個 這個什麼 樞紐分析的catch 也就是它會在這邊增加 樞紐分析表的快取 先把資料 哪些資料 就是你前面剛剛選的資料 把它做一個快取 然後 並且產生一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讓你可以做一些有沒有分析啦 但是這個地方有幾個地方 一定要記得把它去掉的 哪些地方一定要去掉 我是建議喔 逗點version等於7有沒有 這個逗點是等於 後面有個參數 這個version冒號等於這個參數 等於7的話 意思說 我是針對ecele的這個版本 是7的版本 所以啊 當然你這個地方目前不刪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換一台電腦 假設它ecele版本 跟你目前的版本不一樣的話 那會出錯 所以我建議啦 先把這個逗點version等於7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叫 逗點defaultversion等於7 這個我建議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版本 假如如果你假設預設 哪一個版本的話 那你換一台電腦 可能就會發生問題了 所以第一個 先把它delete掉 第二個的話呢 哪個地方要delete掉 在那個 底下這個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的資料來源 是來自於哪個工作表 資料冒號有沒有 資料冒號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 指的是 我的資料 是從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那r1c1 其實就指的是a1的意思 因為ecele裡面的敘述 有一個r1c1的敘述方法 r的話指的是列 c的話指的是藍 所以呢 r1c1指的就是a1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翻譯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不乾脆打a1就好了嗎 因為這個是 也是有它內部給機器人看的 反正在電腦看懂就ok 他覺得這樣方式他比較看得懂 但是人看比較沒辦法 那麼容易看懂 所以不管 反正你大概就知道 有這個敘述方式 那底下的話 你會不會發現 它這邊有一個叫table destination 這個所謂table 就是將來那個樞紐分析表 要放哪裡 的一個目的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底下 它會出現什麼 工作表6驚嘆號 欸 你會想說工作表6 那有沒有這個工作表名稱啊 沒有耶 而且喔 未來的名稱也不見得一定要工作 所以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把那個什麼 如果你是工作表多少的話 你把工作表多少驚嘆號 delete掉 就ok了 記得喔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需要delete掉 其實我跟各位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先來把它按F8組行RUN好了 我把它F8 ok 有沒有add 你會來訊息的add喔 各位看一下喔 如果執行這一行 有沒有發現 它會有什麼變化呢 有沒有發現 欸 它現在變什麼 工作表9 可是如果你指定的是什麼 工作表6 那一定不match啦 所以那一行一定會發生錯誤 ok 那你說老師 那你把R3掉這樣ok嗎 其實 如果你把它刪掉前面沒有工作表的話 那就指的是目前工作表 那目前工作表不就是我們要的 那R3 R3指的是R是第三列的意思 C1的話呢 指的是A 所以是放A3這個儲存格位置 等於當成是樞紐分析表的一個開頭位置 OK 那放這邊用 給稅把它刪掉沒問題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也是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 sheets工作表6.slate 那意思是要選 那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暗簽不8好了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就過了 這邊有了 然後這一行一定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他儲標要點 點那個工作表6 可是問題 他會出現這個 為什麼 因為根本沒有工作表6 現在變9了 所以喔 下一個一定會再多增加 所以永遠不會有固定的那個工作表 所以怎麼辦呢 我是建議你這一行可以把它刪掉 ok Delete掉就好了 然後底下這一行是第三列的 這個是第一欄 Sales第三列的 那就是A3 點slate 那就是把儲標放A3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一行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所以這一行我建議 其實也可以把它刪掉 沒關係 ok 所以喔 剛剛什麼 哪一個工作表點slate 哪一個儲存個點 那個都可以刪 那底下這邊有一串有沒有 WIS ActivePilot Table這個名稱 然後底下有一堆東西 那跟各位講 這個都是 樞紐分析表的 預設的設定值 這底下都屬性 所以啦跟各位講 從WIS到EndWIS這一段有沒有 其實喔 也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基本上有三個地方 通常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根本都多餘嘛 那也就是說啦 樞紐分析表本來就這樣設定 你多增加 這些設定的話 根本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喔 把這一堆有沒有 那你記得不要刪錯喔 它的頭一定在WIS 尾巴一定到EndWIS 你不要刪錯喔 OK喔 所以WIS到EndWIS 這些都是樞紐分析表的基本設定 可以不需要 那你說老師我留下 各位也可以占空間而已 而且會增加你 對於你這段程式理解 看起來就恐怖 刪掉的話就清爽 OK來刪掉 有沒有 它會重設啦 哇 刪掉之後你會發現 哇感覺好像波雲見日喔 整個好像看不到山的鏡頭 感覺好像自己在迷路當中有沒有 一刪掉之後感覺哇 整個清爽了 完全看懂了 好啦 其實就已經改完了 所以喔 基本上喔 我們試一下 所以第一個啦 其實就是什麼 所以自己加一下註解 第一個應該是 插入樞紐分析 這個註解一下 單引號開頭嘛 第一個step 這個就是什麼 插 這個應該是插入樞紐表的簡稱 樞紐分析表 OK 那第二個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就是應該說 理論上應該下面這個位置才對 下面這個是什麼 欸 第二個就是 把那個什麼 把年拖到尺 所以 年拖 拖拉 有沒有我們是 這個我借你們拖拉 黏 黏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欄位啦 然後 應該是 這個 然後 底下這邊有一個 黏拖拉到列嘛 OK 黏拖拉到列應該是這一個啦 拖拉到列 有沒有 然後 最後的話就隱藏那個什麼 這個是第三嘛 第三個step 最後的話隱藏 有沒有 第四的話 第四的話 應該是上面這兩個 然後這兩個的話就是 這個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它把那個樞紐分析表產生 那我們拖拉到值、拖拉到列 把它Run一下 所以這個改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重跑一次好了 確認有沒有問題 把這個按右鍵刪除一下 讓它恢復好了 來跑跑看 這邊最後 那當然你可以按F8 我是建議你可以足行跑 新增嘛 然後這個可以過 那這邊的話 也是應該書紐分析表 這個應該設定值 這個我不確定能不能刪 然後這個拖拉到值 所以你會發現值出現了 拖拉到列 列出現了 然後再隱藏什麼 隱藏102、103、112 好這樣的話就有了 OK 好那恭喜你 如果做到這樣子的話 理論上應該OK了 好第一階段 好第一階段 樞紐表就OK了 再來樞紐圖 樞紐圖的部分 不過我是建議啦 我的習慣是 當這個產生之後 我習慣把這邊的工作表名稱改一下 比如說改什麼 例年切到折現圖 所以我習慣會在這邊改它的那個 這個工作表名稱 你可以在上面改也可以啦 或者在最下面一行改也可以啦 或者是在 下方改也可以 那如果你要改這個工作表名稱 叫做列年切到折現圖的話 那其實有個敘述還蠻常用到的 叫做目前工作表叫Active 所以你在最後一行好了 叫Active 叫Active 目前活動的 工作表叫遜 點內 它的一個屬性叫名稱 目前工作表的名稱等於什麼呢 給它一個名稱叫 歷年切到折現圖 那是NAME有兩個E嗎 NAME 欸 打錯了 啊喔 這什麼 ok 好 那當然你會發現我都打小寫喔 如果移開喔 假設A跟E有 A跟S啦 N有變大寫 那表示應該沒打錯 我記得Active Shit這個工作 就是目前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我要把它改成叫 歷年切到折現圖 ok 那你說這個有什麼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這個一樣刪掉 重新再跑一次 那應該就ok了啦 直接弄一下 那這一行其實就是把工作表11 改成歷年切到折現圖 來弄一下F8 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弄完之後 有沒有 它實際上就是把這個名稱 放到這個工作表的這個名稱 所以它出現就是這樣子 欸 哇 那這樣子 樞紐表就完工啦 ok 所以其實看起來好像蠻多東西的 但實際上就把不要的刪掉之後 哇 就 感覺就清爽多了 而且每個每個動作啦 雖然有些程式你還是不太懂 不過至少應該都知道它的作用 所以將來如果你有些地方 假設你不會 你都看得蠻熟悉 甚至有些地方 都不用自己寫啦 不用錄製啦 自己寫也可以啦 ok 好 那這個地方 樞紐表就ok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又加了這一行 ok 我看一下 雲端上面的程式 不過雲端上面的程式 在這邊有了 ok 後來這邊是原來的 那個我把它 那我有加了這個 我這個是加在這裡啦 其實加在add下方也ok 我乾脆放這邊下面 這樣統一一點好了 好 放這邊 我本來好像是放在 add下方也可以啦 好 那我乾脆放 跟這個一樣統一的位置 好 ok 那你們可以參考 那個第16頁這邊也有 ok 好 那待會再來看樞紐圖啦 樞紐圖其實也蠻單純的 其實就是 這邊呢 產生表之後嘛 然後樞紐分析表 分析這邊有一個叫樞紐圖有沒有 然後我們是選擇線圖 選這一個嘛 然後按確定 並且更改它的標題 加上去除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圖裡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自動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一樣啦 錄製齊啦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不過這邊有一些 可能還是一樣細節 我待會再跟各位說明 好 好 試一下樞紐表 那待會兒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來看樞紐分析圖的部分 哦